好 就在市场传出回答超微等指标企业有意在台新建研发中心之后 还要扩大人才招募规模 这也让科技市场再度掀起一波抢人大战 而大师AI人工智慧题材的四伏器大厂维影 除了是祭出优渥的薪资水平还有员工福利之外 也持续的启动扩厂计划 昨天镇小所正式揭晓去年非主管员工的各项薪资所得 维影去年的员工平均薪资就落在129.1万元 相较于前年的126万元是上涨了3.1万 平均薪资是年增了2.46% 是缴出了非常惊人的薪资水准 而维影近日宣布要斥资20亿元 要取得内湖区台美地段60年的土地地上权 就是要用来打造全新的总部大楼 因为他们的员工人数也是成长得非常惊人 一年内员工数就增加了723人 那刚刚有提到证交所揭露的非主管员工薪资所得 一共有6间公司平均薪资都超过300万元 其中的排名就以联发科375.4万元夺冠 联永是371.2万元 爱山林365.9万 而护国神山台积电是以284.2万元排名第七 那如果是含主管的平均薪资的话 则是爱山林以552.6万居冠 联德则是以522.5万元位军亚军 冀军有百货业三商以494.9万元拿下 哇哇哇哇哇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